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说起达摩祖师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 他是南印度国湘智王的第三个儿子 本名呢,菩提多罗,自小聪明过人 因为湘智王呢,对佛法十分虔诚 达摩从小就遍揽佛经 在与人交谈中呢,常有精辟的见解 《景德传灯录》中记载着这么一则故事 达摩祖师成长过程中 适逢禅宗西天第27代祖师班若多罗尊者游历天竺 一路弘扬佛法教化众生 湘智王尊重供养班若多罗尊者 并不失无价珠宝 尊者知达摩有觉悟之慧根 遂借宝珠试探三位王子的学佛所得 问道,这珠原名,有能到吗? 大王子、二王子都说 这个宝珠是七宝里的至尊 没有可以超越它的了 只有像您这样的尊者才能够收受 三王子达摩却说 这是世宝不算上 在各种珠宝中法宝是上 这是时代光不算上 在光中至光为上 这是明确不算上 在明中心智是上 这珍珠光彩自己不能照 要借智光 光辨别在这儿 已经这样做了 就知道是珠 既然知道是珠 就明的宝 如果明亮的宝 宝不自在 如果辨其珍珠 珠不从珠 从珠的珠不 要借智珠而辨别是珠 宝不自在的人 要借智宝以明法宝 然而老师有他的道理 他的宝极限 众生有道理 心宝也是这样 班若多罗尊者 知达摩堪为法寺 但时机尚未到 后相至王世事 达摩正式出家 拜在班若多罗尊者门下 修习禅宗法药 有一天呢 达摩向师父 班若多罗尊者求救 我得了佛法以后 该往哪一国去做佛事呢 班若多罗尊者说 你应该去震旦 也就是现在的中国 达摩遵照师尊的主妇 远舍重阳 在海上颠簸了三年之后 终于到达了中国的广东 达摩来到广州后不久啊 广州刺使 萧昂贝设东道主的礼仪 欢迎达摩 并且上表奏禀梁武帝 梁武帝笃姓佛教啊 听到这件事 立即派使臣把达摩请到精灵 为其接风洗尘 以宾客之礼相待 碧言路中 记述了达摩祖师 同梁武帝当时会面的情形 席间呢 梁武帝问达摩说 我造寺庙 超佛经 度和尚无数 请问我有多少功德呀 达摩回答说 没有功德 梁武帝又问啊 佛法圣教的第一异地 是什么呢 达摩回答说 阔然无胜 梁武帝又问啊 在我面前者是谁 达摩说 不实 由于与梁武帝话不投机啊 达摩一尾渡江 离开梁国 前往北方的魏国 隐居于少林寺中 广行布施 参禅学佛 若是以成就功名 求得福报为目的 自是无有功德 只有明心见性 了悟三伦体空 以菩萨的无染灼之心 用清净智慧 做出善业 远离了种种颠倒和虚妄 才是真功德 梁武帝当时啊 没有领悟到达摩祖师的深意 错失了一位大善知识 据五灯会员载 达摩到达洛阳后 浊西松山少林寺 面壁坐禅 整天静默不语 当时呢 有位叫神光的僧人 长期居住在洛阳附近 博览群书 善于谈论玄妙的道理 他叹道啊 孔子和老子的教育 理学风规 装容易的书 没有尽妙理 最近听说达摩大士 驻防少林 道人不远 当造玄境 于是来到少林寺 早晚参见达摩祖师 恭候在旁 达摩祖师日夜对着墙壁端坐 神光听不到他的教诲和鼓励 惊响了 过去人们追求真理 敲鼓取鼓随 自写寄鸡鸣 不发淹没泥 跳下悬崖喂老虎 古代还如此 我又有什么人 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晚上啊 漫天大雪 神光站在殿外 一动不动 到天亮时呢 积雪都没过他的膝盖了 达摩怜悯地问道 你久立雪中 要求什么事 神光悲苦地流下泪来说 希望和尚慈悲 开甘露门 广度群品 达摩说 诸佛如来 无上妙道 况节精勤 难行能行 不忍心而忍受 难道是因为小德小聪明 轻浮傲慢心 希望真诚 突然劳苦 神光听了达摩祖师的教诲啊 悄悄拿了一把快刀 砍断自己的左臂 将断臂放在他面前 达摩知道 他是堪称大业的法器 就说 诸佛最初求道 为法望地 你现在断臂我前 要求也可在 达摩于是给他改名 慧可 这即是断臂力雪的禅宗公案 从中呢 我们即可一窥二祖 慧可为求佛道 不惜生命的大决心 大毅力 又能感受到达摩祖师 对传法的英重 如来无上觉悟之道 非上上根人 非有大有猛心 大道心者不能传授 达摩祖师 不是单纯的以言说 论息 理论 来弘法传道 更注重的是 体悟 经验 实践 因为语言文字 只是媒介 是帮助我们 接近实相 领悟真理的工具 如指月之手指 所以呢 佛法是活生生的体验 不拘幼于任何的言语文字中 慧可有一次问达摩呀 诸佛法印 其原因可以讲给我听吗 达摩回答说 诸佛法印 不是从别人得到 智慧可以接着又问道 我的心不安宁 请老师和安 达摩道 将心来 与你安 过了好一会儿啊 慧可回答说 密心了不可得 达摩回答说 我和你安心静 在六祖大师法宝谈经 主妇品中 六祖慧能 曾和弟子们说起 菩提达摩的传法记 我本来自土 传法度迷情 一朵花开午夜 结果自然成 佛陀蔫花微笑 家业会议 被认为是禅宗的开始 福利文字的意思 是禅 是超越于语言文字层面的 是一种直达自心本性的体悟 正悟 而语言和文字呢 只是描述万事万物的代号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 六祖慧能 大字不认识一个 但是却通晓佛经的原因 只要明心见性 就可以当下误入佛性 达摩在中国始传禅法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无力文字 教外别传 经二祖慧可 三祖僧灿 四祖道信 五祖弘忍 六祖慧能等大力弘扬 终于一花五叶 盛开密院 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门 后人尊达摩 为中国禅宗出祖 现如今呢 很多人对达摩祖师的神通 感到很兴趣 并且对他死而复生的事迹 感到有些神秘感 人们呢 也带着一颗疑问的心 在寻找这个答案 而当时的人们呢 是在达摩祖师元祭之后 又看着他活过来的 手里颠着一只鞋子 归天竺国去了 达摩挂旅般 自在神通 谁也猜不透 当初啊 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 在松山侮辱风的山洞中 苦行面壁 整整九年时间 在他取得正果之后 他一生最后把法医 法器和四卷罗茄经 只传给他的唯一一个弟子 慧可 过了不久呢 就离开了少林寺 准备回到他的国家 也就是回归西天天竺的行程 刚好那一天呢 达摩祖师来到了千圣寺 天已经很晚了 就留宿在那里过夜 那天呢 身得重病 就在那里猝然济世 他的弟子保留了达摩祖师的尸体 将师父的尸体安葬在雄尔山 在那奇塔定灵寺已作为纪念 对于达摩的死呢 也是当时人供所众之的 在达摩祖师元祭之后 当时魏国有一位大臣叫宋云 在一次奉命出使西域的时候 平常都在外的他 当然也就对达摩祖师元祭的事情 毫无知晓的 而刚刚好啊 宋云办完事要回国的时候 在葱林上 看见一个和尚 肩膀上扛着蝉杖 手里还提着一只鞋子 正朝他走去 宋云这时候才发现 是一位天主国的高僧 是嵩山少林寺的和尚达摩 这位大臣宋云问达摩祖师说 大师您要到哪里去啊 达摩只说了四个字 回归西天 在他们两人对完话之后呢 两人要告别之前 达摩祖师嘱咐这位大臣宋云说 你回京以后啊 不要对任何人说见到我过 当时的宋云 也不解其意地问 那是为什么呢 达摩回应说 这个事你千万千万 不能对任何人说 你若说出去了 你就有百日牢狱之灾 宋云啊 当时随时听了点头 但是宋云对于这件事 并没有多地放在心里 于是他回到魏国 向魏王交完了圣旨 在和人们闲谈之中 宋云无意中就谈到了 他在葱岭遇见达摩祖师的事情经过 这事啊传到魏孝靖帝耳朵里 听后呢大怒 说达摩祖师死后 已经安葬在了雄尔山 是人都皆知的 魏孝靖帝呢 就对宋云说道 现在你又说你在葱岭遇见了达摩祖师 你这不是在白天说梦话吗 气愤的魏孝靖帝 当场判宋云为欺君之罪的罪名 拿他投入牢狱 宋云当时在牢狱中 真受的是度日如年的日子 一天一天的过去 在牢狱过了九十九天的他 正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至极 宋云在牢狱被关了整整一百天 刚好这天 魏孝靖帝想起了宋云所说的话 觉得有点奇异 心想啊 这事情万一是真的 那岂不是自己做的有点太过分了吗 思绪了很久啊 于是就传下圣旨 释放了宋云来上殿见价 当初的宋云是提心吊胆地上了金殿 深怕的是听候最后的处理 这个时候啊 魏孝靖帝问宋云说 当初你说 你在聪领见到达摩祖师 真确有此事 然而 宋云就把自己在聪领 见到达摩祖师的所有情形 给魏孝靖帝详细说了一遍 这时候呢 魏孝靖帝听了这次宋云的叙述 更加感到非常奇怪啊 心想 那便下决心 一定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然而 就随派一位很诚实的大臣 到熊尔山 并挖开了达摩祖师的坟墓 查个究竟 看看和宋云所说的话 是否真实 那位大臣呢 在挖开墓穴的瞬间呢 发现达摩祖师的尸体不见了 留下的仅仅只有一只鞋子 留在棺材里面 大臣于是回京把情况如实秉奏 这时候的魏孝靖帝才彻底地相信 宋云所讲的一切是实情 而达摩祖师原济以后啊 真的是手里颠着一只鞋子 归天竺国去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